各行活動的小朋友 救國團71週年團慶 溫馨熱鬧 市長謝國良與議長童子偉都親自到場參與祝福 過去的市長沒有參加固定救國團的活動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 我們會把它延續下去 以後我們會積極參加救國團的活動 也會跟救國團密切的合作 多辦更多的社區發展及志工的公益活動 我想救國團是非常棒的一個組織 我們一定會他的精神好好地延續下去 這段時間以來政治的演變時代的變遷 救國團已經轉型成一個公益服務的社團 那我自己的秘書楊文和呢 也在七土區擔任這個主任 我想我也參與過我們救國團志工的打掃活動 那我們在各區都提供非常多的公益服務 過去救國團成立的宗旨是 今日我為青年服務 明日青年為國家服務 我想這樣子的轉型 這樣子的一個社團提供公益時數服務的 我想我是一個非常贊成 那我想我們市議會也會全力來支持 救國團的各項活動 近年來救國團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及推廣各項運動 期許將活力與愛的溫暖 傳遞到每個角落 好 非常謝謝我們總團部的 農文 翁副主任 還有我們所有的志工各區的會長 還有我們的副主委張耿衛 很多很多的貴賓來參加 市長 議長也來共襄盛擊 非常謝謝我們這長年的這些志工伙伴的付出 包括我們基雄市的全市運動會 都有參加各區的健走 我們每個區都出了50位的志工 出來花水 花金月餅 花摩仔劍及交通會為時 包括我們全國的健走 也都是我們基雄的這些各區的志工來參與 所以希望在我們團體這天也好好地來感謝他們 常年為救國團付出 希望大家為救國團加油 救國團永遠是我們大家的好夥伴 主辦單位還安排了精彩的活動 整線年輕學子的熱情與才華 釀音樂劇團裡面今天要帶來雨神樂團 要來慶祝救國團71週年的團慶 祝福大家翻轉新世界 開創新格局 就是要翻轉新世界 開創新格局 救國團在71週年團慶活動中 將結合更多的社會資源一起聯手 用溫暖 關懷 為社會傳遞愛的能量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